部长辛苦了 我直接切入主题 今天谈的是军纪 部队军具的良愈直接影响国家安全 我记得在三月底行政总质询的时候 特别向苏院长提出来 军审法的冻结和废除 所造成军纪的影响 当场苏院长也认为 的确会影响军纪安全跟士气 那么我想问问 看看这些这五年以来 因为六年了军审法停止运作 所造成的这些问题 这些判决 造成基层士官军官 对于基层的士官兵 不愿意敢 不管敢 不能管 这种对军心士气的影响 是真正这些事件不断发生的关键因素 请问部长 有没有检讨修正这一部分的空间 请简短回答 跟委员报告 这五年来 我们的确都在做这个制度转换的一些配套的 相关的一些 不管是制度面跟知识面的工作 就是一定要 以刚刚委员所关系的 我们把军风机一定要维持好 我们的战绩要维护好 尤其部队长的领导统讯 他的一个威信一定要维持 所以我们有部队联兵旅的法治观的建制 这都是新的 法治观每个旅都有 然后我们跟司法的交流 我们有派事务官到司法 就是协助军方案件的一些侦办 希望能够跟以往一样的正常来执行 相关的配套我们都在做 我前面那张片子 我想你们都很清楚 这么多判例 过去都是很严重的刑期 因为军审法已走了 变成都是无罪或者缓刑 那么基层的营连长 士官长就说 那我干脆不要管 我管过了会被小兵告 像这些是真正影响 这些军纪安全的关键因素 请部长思考一下 有多少空间值得检讨调整 请你们尽快 不然每次发生事情 都是震怒痛心 积极检讨 基层管修 开检讨会 这个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那么第二个 我再问一个关键的因素 连续五年九十几位自我伤害 如果包含军纪事件 包含其他意外 将近五百个人 就一个营的战力 这几年受到影响 那么我不晓得 部里面有没有思考过 我过去的经验 希望你们提供我一个数据 基层的连长这个阶层 陆海空都一样 平均年龄几岁 这个应该不设机密 为什么我要问这个问题 他们也是年轻人 一个二十多岁的连长 二十多岁的辅导长 他管理一百多个人 如果是装甲兵空军 还管理几十亿的武器装备 他的经验 他的人生成熟度 我们不断的开检讨会 不断要求他如何关怀 四官兵 他才多大年纪 都还没有成家 他的心理负合 营长以上的所有责任 交给他 小兵不高兴也对他 小兵高兴也对他 所以要注意 这个才是关键因素 如果连长 辅导长 情绪都不稳 抗压力都不够 你希望他怎么和颜月色 去关怀四官兵 你希望他怎么去倾听 他自己都还没有成熟稳定 所以军人的行业很特殊 部长要强调这一点 你要去关心基层军官 他们承受的压力 能不能做到你们所检讨的这一些 我想这是最重要的关键 请主席再给我一点时间 过去我们有很多很好的制度 比如说我想部长跟我们都是一个年龄的 当年的知官士兵 我们当连长辅导长 这个连的官兵向后转 看他后脑勺 我就要背出来 这个人叫吴思怀 他住哪里 还有没有交女朋友 我们要做到这个程度 第二个叫做互助组 政战部都有 过去发挥很大的功能 这些制度并没有不好 为什么现在都没有或者弱化了 这样子可以增加很多基层官士兵的互动 互相帮助了解 否则这些伤害事件不可能会减少 因为现在没有军神法的约束 我再举最后一张例子 前一阵子靠北长官有一个海军的士官督导长 带着一群人跑出去喝酒 底下是官兵自己的反应 说到这个时候了 士官督导长你怎么还跑出去喝酒作乐 为什么他敢 因为军纪 因为没有棒子了 基层的干部没有那根棒子 只有胡萝卜 我把他送去 也没有判刑 最后缓刑他没有犯意 他不是故意的 所以我很强烈的建议部长 第一个军神法考虑一下有多少检讨修正的空间 第二个请关心基层的连长 辅导长这个层级的人 他也是年轻人 他的抗压力到底有多少 要给他关怀而不是指下命令 那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谢谢部长 谢谢委员指导 谢谢 谢谢 谢谢